你好,我是折折王子,我们来折一款小狗 我用的指标长是五厘米,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另外两个角对折 展开 两个角往里折 展开 让这个点把这个角往里折 使这个点落在这个横线上 这一侧也一样 让这个边把它往后折 展开 让这个边把它往后折 展开 翻到背面 沿着两个点把上面的角往下折 这边往上折 展开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角捏起来 梳理起来 向左向右都折一下 然后把它梳理起来 从中间撑开 压平 稍微展开 中间先折过去 两侧按照折痕 把它收到一起 写成这样 这个角往后折 折进这个指缝的里面 翻到背面 然后把这一侧也一样 把上面的部分往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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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折起来 把它收到一起 像是这样 把这里撑开 外侧的边往里折 另侧也一样 这里撑开 往里折 把这个边捏起来 把它往里折 折向这个交叉点 这个横线与斜线的交叉点 另侧应该同时操作 这一侧 这个边捏起来 往里折 然后把上面的一层纸 向外撑开一下 上面把它往右折 重新把它压好 另侧也一样 上面的一层纸 向外撑开 撑开 向左侧折 把这个角折下来 再把它往上折 形成耳朵 另侧也一样 把这个角折下来 再把它往上折 后面的角 往里折一下 再把它往外折 展开 撑开 按照折痕往里折 再把它按照折痕往外折 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小狗就完成了 关注折痕往的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